大家好,我是DowZero的家伙 不好意思,我刚刚比较晚进来 我猜我们其他坑友应该已经有 把前面其他几个组别都有做一些简报 那我今天复杂来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DowZero底下的一个坑叫Coordinate Coordinate在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DowZero的揪松 它基本上是一个我们前面那页提到的 这几个坑的一个跨坑的协作层 主要的工作大概是我把它分析成这四项 第一项是资源导入 就是如果大家前面有听到 像我们Incentivize或Armory正在进行的专案 就会知道说我们今年大概跟 美国那边IPFS的背后的家公司Porto Labs 有一些合作关于一个叫做Hypersearch的东西 然后另外我们其实包括在台湾这边 也跟以太坑的基金会 甚至像Moda 然后有一些联系 希望可以在今年之内可以推动一些事情 那另外还有部分是我们有一些坑友 它有一些专案的计划 可以到欧洲去进行一些参访 然后会接触一些当地的 跟所谓的social goods public goods 甚至是比较偏艺术类的一些当地的社群 或者commute 那我们也在透过这个联系去做一些networking 然后希望也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资源 然后另外有很重要的工作是所谓的标准设定 大概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 因为到这个主要核心工作的专案都会跟web3有关 那web3里面用到很多的技术名词 其实如果你要把它转移成一个一般公众能够理解的 不管是跟公共财也好 或者跟一个社会的公共事务也好 有关的比较好理解的名词的话 其实那个翻译的过程会非常重要 然后加上web3的发展非常快速 所以大部分的技术名词其实并没有 可能刚刚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很好 在中文世界里面大家有一个共同使用的共识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翻译跟文件的共笔的探索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brain book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跟 就像非常像的就是社交基础 我们有一些mind stick meetup 跟一些其他的社群的活动 然后最后今天会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我们今年在台大的电子学院和网门所有一门课程 就快速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大概是过年前正在进行 应该初步到个段落关于标准设定 这是从mobile发展到跟到有关的brain book的部分 然后旁边QR code是可以扫进去看的 然后翻译的部分就给大家看一个翻译 就是我们在select上面的讨论 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QR code直接带你进去select看那个selec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文件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最近正在进行的一个跟hypersource有关 把他们官方文件翻译成中文 那里面其实会出现非常多名词像我刚刚讲的 不是那么容易处理 然后最后就不特别说了 就有兴趣的人可以扫QR code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文件 它里面告诉你 今年我们在台大网门所有一门 就是要讲website跟所谓的公共财 或者social good有什么关系的一门课程 那如果这有还在台大就学的同学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参考看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